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 属于管理学的部分 我是王志远 今天我们将进入到管理学的第十奖 领导 首先让我们来谈一个问题 叫做什么是领导 谈到领导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解释以下的两个名词 首先第一个是领导者 什么叫领导者呢 在此我们所泛指的是 他有影响他人 并且又具备管理职权的一些人 我们把像这样子的人称为是一个领导者 而所谓的领导 他事实上就是领导者的工作 对于领导者而言 他必须要想办法带领 并且影响他们的团队朝向组织的目标前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称为是一种所谓的领导过程 一般而言 在正式的组织里面 所有的管理者 不管你今天是最高的一个CEO 或者可能是来自于前线作业现场当中的一个领导 这些人 他们都可以算是领导者 因为他们本身都具备管理职权 并且他们有必要要去带领他们的团队 试图让他们愿意 并且可以朝向团队的目标来前进 也因此他们都可以算是一种领导者 那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为什么这些领导者他会对于他人有影响力呢 好的 关于这样子的问题 回顾到我们原先谈到过的第一章里面的一个 管理过去的一个思想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类似像这样子的观点 早期的社会学家韦伯这个人 他针对在过往当中历史的一些领导者 他们的一些权利由来 他把他定义成了这些领导者 一般而言会具备三种不大一样的权利 分别是传统权威 魅力权威 以及法定权威 传统权威是一种来自于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威 例如像刘备的儿子 叫做阿董 那么阿董本身具备的权利 就是由这种所谓的一个自他父亲继承而来的 像这样子的权威 我们把它叫做是一种传统权威 而魅力权威呢 他所泛指的 则是来自于领导者本身的一些人格特质 他们具备去号召影响某一些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这样子的权威由来 叫做所谓的一种魅力权威 但是在一个组织里面 单纯有魅力权威 或者传统权威来 未必可以具备充足的影响力 在这个时候 有组织本身的一个位置当中 所赋予他的一个法定的权利 例如像是作为总统 有总统本身该有的职权 作为市长 有市长该有的职权 像这样子的法定权利 就是领导者本身所具备的第三种权利的一个由来 在韦伯之后 另外两位学者 French and Reven 他也针对领导者权利的由来 提出了一个类似 但是不完全一样的一个看法 对于French and Reven而言 他认为一个人领导者他的权利 分别来自于两种地方 一种是来自于他个人本身所具备的一些魅力的部分 第二种则是来自于他的职位上面所赋予的 他把这样子的权利分别叫做奖励权 惩罚权 法定权 参照权以及专家权等五种 其中所谓的一个奖励权 惩罚权跟法定权 通常来讲是来自于领导者本身的一个职位所赋予他的 而另一方面来讲 除了本身职位当中 给了他一些奖程的权利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则来自于他个人本身所具备的一些东西 例如像是他个人如果特别具备所负责的事情当中的一些领域的知识的时候 他会取得一种专家权 利用他的一个专业的身份来影响到别人 此外 如果这个人当中他的做人里面 例如像可能具备某些特殊的魅力等等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还很容易成为大家的一种意见领袖 进而对于他的一些下属或者他人产生影响力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French and Reverend的领导者五种权利由来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做古典领导理论 所谓的古典领导理论指的是在1920-1930年之间 大家对于领导理论相关的研究 在那个年代里面很多的人他们认为领导者 他们基本上会具备一些类似的身高外貌社会地位 或者一些情绪表达等等这样子的特色 例如像是在19世纪的时候成功的将领拿破仑 跟在以前相当有名的战将曾经斯汉 这两个人都身高特别矮 所以矮的人或许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 同样的他们也去比较了他们各种不大一样的生理特征 例如像是指头的长短耳朵的大小等等 试图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归纳出来 到底谁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让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这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国家他们要选出一个好的领导人的时候 那时候有三个这样子的候选人 其中第一个候选人他赌姓乌衣以及占卜 他是一个老烟枪很喜欢喝酒 并且还有两个情妇 第二个人他则是有两次被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每一次他都喜欢睡觉睡到中午才醒过来 而晚上他都要喝完一大公升的白兰地才肯睡觉 并且还听说他读大学的时候还有吸过鸦片呢 第三个候选人他是国家的战争英雄 他热爱艺术 他喜欢吃素 他也不吸烟 酒就是偶尔喝一喝而已 而且大部分只是喝一点啤酒而已哦 他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做过任何的违法的事情 在这种情形之下 请问你会选择谁来当作这个领导者呢 让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 在刚才说到的三个人当中 第一个人他是罗斯福 二次大战当中的美国总统 第二个人他是丘吉尔 是在二战当中的英国首相 第三个是希特勒 来自于德国的希特勒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你们的选择有可能是选C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的时候 好像找一个好的领导者 必须要选的是一个 很喜欢教很多不大样女朋友的人 喜欢抽烟 喜欢吸毒 也喜欢喝酒 并且最好都不要很早就起床 这样听起来似乎也怪怪的 这也是来自于所谓的一个领导特质论当中 所面对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也因此 后来有些人就开始在归纳出来说 如果不是来自于这些地方的话 那么到底这些领导者 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所以某些学者 他们归纳出来了以下八种 成功的领导者 常具备的一些特质 他们分别是驱测力 他所指的信息是说 领导者他们通常来讲 可以展现高度的一些努力 他们对于成就有很高的渴望 从小就胸怀大致 并且有着旺盛的经历 并且他们不屈不挠地 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作为 并且他们很喜欢表现出主动的精神 还有他们的进取心 第二个特质 则是在于是领导欲 一个好的领导者 他必须要有强烈地影响 他人这些欲望 并且他们要勇于承担这些责任 第三个 一个好的领导者 他也必须要是诚实跟正直的 因为他们必须要基于 他们的真实的态度 和一致的言行 才能够成功地建立起 跟部署之间的一个信任 第四个 一般而言领导者是有自信心的 部署会期盼 我们的领导者本身 会展现一些果断跟明确的一些行为 因此对于领导者而言 他们必须要展现出来充足的自信 使得部署 相信他们的目标跟决策是正确的 第五个 领导者本身也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智力 因为领导者本身 他必须要具备充分的材质 才能够去搜集综合跟分析 大量的一些决策所需要的一些资讯 并且他们也需要去描绘一些愿景 解决问题 才能够帮助他们的团队或者组织 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六个 领导者本身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的知识 有效的领导者 对于公司 产业 或者技术的内容 都必须要有深入的一些了解 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 他们做出良好的决策 也使他知道 他决策的一些意涵 跟他可能的一个行为后果 第七 领导者本身一般而言 会希望他是一个较为外向性的人 因为他必须要展现他的精力活力 并且他能够合群 很少会产生一些沉默 或者离寻的一些作为 最后 领导者本身是要具备一种内疚的倾向 一般而言 内疚倾向会跟领导的效能呈现正相关 因为内疚倾向来讲 他能够帮助产生对他人的强力的责任感 而进而 去跟他的一个领导的欲望之间进行搭配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领导特质论最大的缺点是在于 透过某些共同的特质 想去推论一个领导人 但是不同的领导人之间可能 并不会具备一样的一些生理的特质 或者来自于心理的素质 在这种情绪之下到底该怎么样判断一个什么叫好的领导人 成为一个大的难题 于是乎从1940到1960年代之间 研究者开始把他们的专注力 从所谓的一个领导者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想去判断出谁可能是比较好的领导人 这样的一种企图 把它转换成去探讨领导者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展现了什么样的行为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谈的领导行为论 什么叫领导行为论呢 他所关心的事情是在于说 管理者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领导行为 在领导行为论之下 他们认为领导效能的差异 主要是来自于领导行为的一些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含的领导行为比较强调的是来自于 在领导过程当中决策产生的方式 还有领导者 他本身在领导的过程当中比较在乎的一些事情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谈到的是来自于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这个学校他们的一些研究 在这个学校当中 他们把所有的一个领导者的 他的一个领导的行为 把它分成了三种不大一样的形态 分别是民主形态 专制形态 以及放任形态 民主形态所泛指的是来自于 他比较强调部署的融入 领导者对于员工的授权 还要鼓励员工他们参与决策的过程 而专制形态当中 他则强调领导者通常来讲 采用的是一种命令式的一种功法 他比较强调是一种极权的决策 并且很少在决策过程当中 让员工有些参与的状况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一种放任形态 所谓的放任形态 基本上他所认为的就是说 领导者的做法当中就是 我基本上不管事情 让这些群体 他们自己来制定决策 并且来完成工作 好的领导者就是应该放手不管 做来一面看就好 在后续的研究当中 他们发现到的事情是说 当比较不同类型的一个团队 他们的一个对于任务的一种效能的时候 他发现到一般而言 民主形态领导的人 他们通常来讲平均的效果比较高 但是到了后续 我指的事情是说 爱华大学团队以外的一些研究者 他们的研究当中 则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结果 有时候民主比较好 有时候专注比较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二号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 二号州立大学当中 他们把所有的领导行为分成了两种 分别是关怀跟定规 所谓的关怀所泛指的事情是说 领导者他很在意的 是来自于部署他们的一些感受跟想法 而对于定规型的领导者而言 他们比较忠忠在于焦点 在于说想办法建构起不同任务的一些关系 希望能够透过像这样子的方式 让组织的目标可以被达成 那透过像这样子 关怀跟定规低跟高的两种程度当中 他可以把它分成一种 所谓的4乘4的一个矩阵 根据二号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当中 他们发现高高的搭配 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 他是高度关怀 并且高度定规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导致高绩效 以及高的员工满意度 但有趣的地方在于说是 这个结论他只是一个倾向的结论 因为在他们的研究当中 并不是所有的状况 都会呈现像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第三个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 密西根州立大学 他们则把领导者他关系的事情 把它分成两块 第一种叫做所谓的一个员工导向 他所指的事情是说 领导者他比较关注的 是来自于跟员工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 并且想办法去知道说员工的一个需求 尽量满足他 而另外一种面向则是来自于说是 他的一个生产导向的一些关注的焦点 他所代表的事情是说 领导者会放出比较多的一个关注力 放在对于该怎么做工作 以及怎么这样才叫才算做得好 像这样子一种工作上面的一个技术 或者任务面的一些要求 那一般来讲的时候 根据密西根大学的研究 他们则显示说领导者的员工导向 他会影响到所谓的一个 做管家的群体里面 他们的一个生产力跟工作的满意程度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管理方格的这个概念 管理方格的理论当中 他跟前面的密西根州立大学 采取了类似的分法 他把管理者强调的重点 把它分成对人的关心 跟对生产关系的两种面向 在这个表格当中 这边的一代表的是低 九代表的是很高 他把这些领导者本身所关注的重点 把它分成了这五种不大一样的类别 分别是一一所谓的放任管理 指的事情是说领导者 他只花费最少的精力 来使得组织的工作能够完成 并且去维持组织成员的一个满意度 反过来说 始终相对应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对应 则是来自于说领导者 他的一个管理模式呢 比较接近久久 就是一方面他非常强调对于员工 人际的一个关心 另外一方面来讲 他也非常强调对于生产 还有任务上面达成的一个要求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把这样子的管理 称为这座团队管理 在这种情形之下 工作的完成 它是来自于有承诺的员工 他们透过在组织目标下面 建立起了一种共同命运体 像这样子的概念 呈生了一些互赖的关系 并且创造了一些互信 跟互相尊重的一个关系 那反过来说 在某些领导者当中 他所呈现的 可能是一种叫做对人的关心 乡村俱乐部型的管理 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的时候 领导者会非常在乎 他里面员工的一个满意的程度 但是他事实上对于 他的一个工作表现上面来讲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关怀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周详的 注意员工的需要 来得到一种满意的关系 进而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以创造出来一种舒适 友善的一种组织气候 和工作的节奏 另外一种极端的对比 则是来自于所谓的任务管理 任务是管理的一个领导者 通常而言 他对人的关心是很低的 但对于生产的结果 非常的关心 对他来讲 作为的效率 是来自于一种 将人性干扰的因素 给降到最低 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安排出来 我们的员工 他们可以做出完全一样的动作 共同的来达成组织的目标 而对于员工的满意度 跟性能的需求来讲 则不是这个领导者 他所在意的一个部分 当然其中 这四种都是所谓极端的一个类比 他要把第五种 所谓的一种 最中生性的类比 把它称为 这种中间路线的管理 在中间路线的管理之下 他指的是 一个领导者 他对人 既关系 有一个适当的关怀 以及说对于生产的部分来讲 也有另外一个适当的关怀 他希望能够借由 平衡工作的必须性 跟完成员工满意水准的士气 来达成到最适当的一个组织的绩效 这就是管理方格的概念 实际上管理方格的概念 跟前述墨西根 墨西根大学的概念当中 呈现出相当接近的一个状况 他最有趣的事情是说 他把它分成了一个 九层九的一个 主攻格式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来讲 更容易可以捕捉出来 一个领导者 他可能呈现各种 不大一样多元的一个领导风格 谈完了领导的一个行为论之后 接下来可以让我们谈一谈 领导的一个全辩论 不同刚刚在领导行为论所讲的 领导行为论 他们的重点是在于 去找出来哪一种领导的行为 会比较有效 但是不管是在 厄哈尔州立大学的 或者是爱荷华州立大学 来自于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研究当中 他们所出现的答案都很好玩 那就是尽管他们认为 某种领导方式可能会比较有效 但那个可能只是来自于一种 相对应比较的方式 事实上有太多的例外行情之下会发生 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某些时候 以民主跟自由放任 还有所谓的一个专制的方式来看的时候 为什么某些时候 写民主比较有效 某些时候自由放任比较有效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 领导的全辩论所关注的焦点 就在于去处理像这样子的问题 在领导的全辩论之下 他们的主张是来自于说 世界上并没有最好的一种领导的模式 事实上 在不同的一个情境之下的时候 有效的领导方式可能会不大一样的 而领导全辩论的最主要的重点 就在于去找出来 这一些情境跟有效的领导模式之间 的一个搭配的状况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费德勒的全辩模型 对于费德勒而言 他认为说群体的一个绩效 它基本上取决于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叫做领导者本身的一个风格 还有第二个 领导者本身 他可以去控制跟影响 他的情境的一个程度 那么一个好的领导 就是来自于说 这两个之间的一个搭配的状况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某种特定领导风格可能是最有效率的 那么在这种情境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有必要 又去定义出来说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定义 什么叫做领导风格 跟领导下面的一个情境 以及第二个动作是 我们要想办法找出来说 领导风格跟情境当中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跟方式 来进行配套的 在进行这样子的做法当中的时候 费德勒首先 他把领导者的个人风格 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是任务导向 第二种是关系导向 这个分法跟前面所谈到过的 不管是在密西根州立大学 或者是在二亥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当中 他们的关系方式是蛮类似的 而他得一个证明的方式 是他发展出来的一种 叫做最不受欢迎同事的问卷 在这个问卷当中呢 回答问卷的人 他必须要用18组形容词 以1到8的一个评比 来描述出来说 他们最不喜欢跟他们共事的人 具备什么特色 在8来讲的时候呢 当你给8分的时候 代表的事情是说 这个人是你愿意跟他共事的 1代表是你非常不愿意跟他共事的 当今天你的分得分当中 得到是等于或者高于64分的时候 他代表的事情是说 这个员工可能是 这个领导者可能是一个关系导向的领导者 而当他的分数是低于57分的时候 他所代表的事情是说 这个领导者可能他比较重视的 是来自于生产力跟工作的完成 所以他是一个任务型的领导者 在考虑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他再来考虑了一下一些不大一样情境的一些变数 他们分别是领导者跟成员的关系 指的事情是说 他们之间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好跟不好 再来第二个是来自于任务的结构化的程度 他所犯指的事情是说 对这个任务来讲 他是具备多长的一个重复性跟系统性 使得他可以轻易地被人理解 并且可以在完全或者相对上面来讲 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形之下可以一再地重复 或者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极端的情形 他具备高度的变动性 基本上很难找到一种SOP的方式来进行 第三个重要的情境变数则是来自于说 领导者本身他得一个职权的强弱 事实上领导者他的一个法定职权可强可弱 尽管你今天是个经理 或许你根本手上根本就没有半年的讲诚权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的职权会被归了为是弱的 而反过来说尽管他的Title并不高 但是他的权力很大的时候 则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人他的职权是高的 也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搭配的时候 他导出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会产生比较好 跟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不好的一些 领导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红色的图 红色的曲线图代表的事情是说 对于一个任务导向 就是他比较关心工作的一个成果 还比较不会展现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管理者 他可能一个断言的团队之下 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有比较好的工作表现 他会比较好的工作表现的情形之下 是来自于说 当他跟他的一个成员当中 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太差 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中 并不会说他的工作并不会说是任务结构很低的 以及说他本身的一个领导职权 也不会太弱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他有可能可以让这个组织带来比较好的状况 或者是反过来说 他的一个跟部署之间的关系是很差的 而他的一个任务结构的部分来讲 可能是在高度的一个结构化情形之下的时候 他的职权是比较弱的 或者是说他的任务结构是比较低的 在这些情况之下的时候 则任务导向的一个领导者 他会展现出比较好的一种表现 而对于关系导向的一个领导者来讲 他通常来讲 会领导比较容易产生好的绩效的表现的情境 所以来自于说 第一个情形是说 他跟他的成员之间维持了不错的关系 并且这个任务当中 他本身是属于一种低度的结构化的状况 以及说他自己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职权 除此之外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 他跟他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好 但是呢 他的这个任务当中 他的结构性很强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关系导向的领导人也比较容易 把像这样的情形之下的团队 带领到一个比较好的绩效的状况 对于费德勒而言 他很有趣的地方是来自于说 一个人的领导风格 他是不变的 换言之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导别人 是一种天生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要让领导者可以产生出比较好的效能的时候 他有两种可能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的事情是说 对一个组织来讲 他要判断一下 自己目前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情境来讲 是属于哪一种情境 我们目前所指的情境 是来自于说 在领导者跟成员的关系 还有任务的结构化程度 以及他本身具备的职权当中的这个组合 透过改变情境的方式 来去让这个领导者可以去胜任这样子的工作 或者是说 他先依照情境来找寻说 他的领导风格比较适合搭配于该情境的领导者 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提高团队的一个效能 那菲德勒模型的缺点在于说是 第一个 他说领导者本身并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领导风格 来去因应情境 对于很多的研究者来讲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跟现实的状况不合 以及第二个 刚才举出了三种不大一样的全变变数 但这些变数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太过复杂 不易评估 因此不大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寻适当的领导人 谈完了菲德勒模型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由Hersay and Blanchard 他们所提出来的情境领导理论 SLT 所谓的一个 Situ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它本身是一个着重于 部署成熟度的一种全变理论 在SLT之下 它认为说是由部署来决定看看 它到底是要接受 还是拒绝领导者的一个要求 而部署的一个成熟度 在这个地方来讲 它所指的事情是说 人们他有能力 也有意愿 去完成一件明确任务的一个程度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个领导者 他本身有两种 可能的一个领导风格 分别是任务跟关系 在这两种领导勾名之下 会产生出来四种 不大一样的领导风格 分别是第一种 叫做告知型 高任务导向 且低关系导向 第二种叫做参与型 低任务导向 高关系导向 第三种叫做 所谓的一个推销型 指的是高任务导向 以及高的关系导向 第四个叫做授权型 指的事情是说 低的任务导向 和低的关系导向 而对于一个好的领导者来讲 他应该来看看说 部署的一个成熟度 来决定看看说 到底他应该使用 哪一种所谓的一个领导风格 让我们用这张图形来看一下 这张图形当中 S1到S4 他们分别代表的是 某一种特定的领导风格 分别是授权型 参与型 推销型 跟告知型 在SLT之下 他认为说 一个领导者 应该随着部署的成熟度 也就是这条线 来去决定一下说 他到底应该采用 什么样的一种领导风格 首先在第一种情形之下 就是这边的一个 R1的区域之下的时候 他所代表的意涵 是来自于说 部署他没有意愿 也没有能力 来去执行像这样子的任务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领导者本身该做的事情 是采用授权式的方式 来进行主导的动作 他基本上 要不断地进行强力的监督 以及进行所有的观察 但是把该怎么做 像这样子的东西 用分权的方式交给员工 就是例如像是 让员工自己想办法 把这个事情做好 到了第二个阶段当中 他出现的状况 是来自于说是 员工他没有能力 但是他有意愿 在这种情形之下 领导者可能比较适合的方式 是采用所谓的一种 参与式的方式 在参与式的方式之下的时候 领导者在一方面来讲 他应该要想办法来帮 他的部署 来去解决一些 他碰到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来讲 在人际关系上面来讲的时候 他应该尽量的去采用一些 鼓励的方式 去激发他的部署的一些自信心 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来完成这样子的任务 第三种叫做所谓的一种 员工他有能力 但是他并没有意愿的情形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个领导者最好的方式 可能是要采取所有的推销式的方式 一方面来讲 他必须要想办法去说服员工 告诉他们说 这样子来做是有意义的 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讲 他也要想办法解释给员工听说 为什么这样子做 会是一件好的事情 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来把自己想怎么做 这样子的要求 给卖给员工 在重情之下 因为员工本身 他们是有能力的 只要可以让他们的意愿 起来完之后 则这个事情自然而然 会比较容易被完成 最后一种是所谓的告知型 这样子的方式 在告知型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他们的部署是有意愿 且有能力的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领导者最适合的方式是 我只要告诉他们说 我要你们做到什么地方就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事实上他也没有必要 去跟部署用态度的关怀 来去诱发 或者刺激他们 愿意帮他来做事情 因为对于一些部署来讲 他们本来就有能力 且有意愿 来去朝向这个任务来迈进的 这就是Hersley and Blanchard 他们的一个情境领导理论 SLT的基本概念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叫做 路径目标理论 Petsco Theory 在Petsco Theory之下的时候 他们认为说 领导者的工作 是要去帮助部署来达到目标 尽且提供他们一些适当的指导 还有协助 借着来保证说 部署的目标 跟组织的目标之间是相容的 对一个好的领导者来讲的时候 他们应该可以有办法 去指定出来一些 适当的一个途径 来帮助员工达成到 他们的工作的目标 并且他们要想办法 来帮助他们减少 在达到这样目标之间的一些路障 还有陷阱 使他们可以更轻易地 来完成 或者走完他们的一个目标的路径 在这种情境之下 一个领导者的领导行为 可以分成以下的四种 分别是指导型 支援型 成就型 跟成就参与型等四种 不大一样的方式 简单来说 在路径目标理论之下的时候 领导者到底该采用指导型 支援型 参与型跟成就型的方式呢 再看看说 他所碰到的环境 全变的一些变数 例如像是 他的任务结构 他的职权到底 系统怎么样进行设计的 以及说 在一个工作群体里面 领导者跟成员的关系 在这个部分来讲 跟前面所谈到的 配的乐模型是很类似的 再来 他也要再呼吁一下说 部署本身的一些特性 例如像这些部署当中 他们是内控倾向 还是外控倾向的 他们现在的经验到底如何 他们本身的一个认识的能力 是高还是低 把这些变数综合起来 再来考虑说 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以便达到说 最好的一个绩效 跟员工的一个满意度 在目标路径理论之下呢 他的预测是来自于说 当任务是很模糊的 或者任务不是高度结构化 且没有妥善安排的情形之下的时候 指导型指的是 由领导者 他来告诉他的下属 该怎么做事情 这样子的方式 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满意度 但是当部署正在进行的是一种 高度结构化的方式的任务的时候 对领导者来讲 他可能采用支援型的方式 比较容易得到较高的一个 员工绩效跟满意度 但是如果他所带领的部署 是属于具备高认知能力 比较聪明 并且经验很丰富的时候 那么他事实上 所谓的指导型像这样子的方式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用途 如果说在这个组织里面 他本身是一种 较为强烈的正式化的组织 具备明显的官僚结构的时候 领导者他本身 应该尽量提供一些 基源的行为 而降低调 他本身所提供的一些 指导式的行为 而另一方面来讲 如果在群体里面 他们领导者跟部署之间 或者部署跟部署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太好的时候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采用指导型的领导方式 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些 员工满意度 如果说他的员工本身 具备较强的一种内控的个性 也就是说 他们比较会认为说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自己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话 像这样子的部署 他们会比较容易在 参与型的领导之下 得到较高的满意度 因为这些部署当中 他们会认为 他们能够掌控周遭 所发生的事情 而对于这些 外控型上的部署来讲 他们会比较满意于 指导型的领导 因为外控型部署型的部署 他们会认为说 他们所遭遇的事情 是由外部的环境所造成的 所以他们会希望领导者 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说 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做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们会比较心安 还会有比较好的满意度 当任务的结构 并不明确的时候 成就导向型的领导 他们事实上会加强 部署 他们对于努力 就可以导致高绩效的一种期望 进而产生出比较好的 一种团队的表现 在谈完了领导的全面论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 一些当代的领导观点 跟前面的领导全面论 所不大一样的事情是说 领导全面论比较着重在于说 去找寻所谓的领导的行为 跟他的情境当中的一个 对事搭配的可能性 而在当代的领导理论当中 他本身则会跳脱出 所谓的一种领导行为 跟所谓的一个任务结构的观点 而从其他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有哪一些特殊的领导行为 或者是在领导过程当中 领导者可能的一些方式的选择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叫做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 Member Exchange Theory 在这个理论当中 他们认为领导者 在领导的过程当中 他会把他的成员分成 内成外两种团体 而一般来讲 当领导者选出来这些内外团体之后 被放在内团体的一个成员 通常来讲 会有较高的一个绩效满意度 较低的离职率 以及较好的一种工作满意的程度 这个概念当中 跟我们中国人传统当中 所强调的一些东西 例如像是所谓的一个武童 同乡 同学 同性 之类的像这样子的东西 会有相当高度的一个关系 举个例子来讲 在外面很多的时候 我会听到说 例如像是交大帮 台大帮等等 这个时候 这些所谓的一个什么帮 多半来讲 指的是说 从某个学校当中 毕业的一些成员 而事实上 在很多的一个 例如像是在雇佣人力 的一些场合当中 也常看到 这些校友的团体 或者同乡的团体当中 形成了另外一种 所谓的一个 小团体这样子的方式 共同来做事情 一般来讲 当你被入到 某种小团体的时候 代表的事情是说 你会有较高的一个可能性 参与到比较好的决策 取得到主管的一个信任 进而有较好的发展 而当你被划到 所谓的一个外团体的时候 通常而言 你可能会变成 好康的分布道等等 那么 这样子的行为 它基本上是一种 常见的行为 并不见得 它代表的是好 或者不好 那新的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会像这样子呢 好的 一般来讲 在领导者在找人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好玩的倾向 叫做 很容易去找寻 跟自己很类似的人 因为他会希望他的部署 能够照着 自己的一个 方式来行事 而这一种 像我的一种需求 就会变成了 是我在找人的时候 会特别的把某些人 或者我看到某些人 他跟我具备 类似特质的时候 这些人就比较容易 被我赋予较高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认为说 像我这样子一样的人 可能做这个事情 会做得比较好 长期下来的时候 所谓的一个 内外圈的团体 就会自然而然 的一个形成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概念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第二种观念 叫做转型领导 跟交易型领导的概念 那在这个概念之下 我们把领导者分成两种领导者 第一种叫做交易型的领导者 第二种叫做转换型的领导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种分类法 他所指的是 林氏说 领导者对于 他跟部署的关系的一个加想 对于交易型的管理者来讲的时候 他会认为 所谓的一种领导 就是一种他跟部署之间 进行的一种社会交换的行为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能够成功的带领部署的时候 必须要让部署可以在这一个 接受领导的行为当中 得到一些好处 才能够彼此进行交换 而所谓的一种转换型的领导者 他则认为说 一个领导行为 他基本上是在激发部署本身 去产生一些更好的一些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用intrinsic 所谓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动机 跟外部动机来看的时候 对于交易型的领导者来讲 他在带领员工的时候 比较容易去诉求 所谓的一种外部动机的一些工具 例如像奖励 惩罚 这种类的 而对于转换型的领导者来讲 他则可能会比较强调于 去跟这些部署当中 建立起一些团队的认同 去诉求较为高阶的一些 接力的一些因子 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 让他的部署会觉得说 这个团队的任务 跟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 进而努力的朝向 这个方向来做发展 那一般而言的时候 所谓的转换型的领导 它是基于在所谓的交易型的领导之上 转换型所激发的一个 人工的努力和绩效的时候 它会超出所谓的一种单纯的 交易型的领导 而另一方面来讲 对转换型的领导者而言 一般而言 它更容易比交易型的领导者 产生出来更好的一些团队的效率跟效能 再来让我们看看另外两个名词 第一个叫做魅力型的领导 第二个叫做愿景型的领导 所以魅力型领导者 他事实上跟前面伟伯所讲的那种 领导者必须要具备魅力 这样子的权利由来是有点类似的 他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本身是热情自信 他的个性和行动会深深的容易去影响到他的员工 一般来讲这些魅力型的领导者会具备五种特色 第一种特色是他们通常是很有愿景的 第二种特色是来自于说他们不但有愿景 并且他有能力又很浅显的话 就把他的愿景说给一般的人听得懂 第三个呢 则在于说他通过他的行为和他的言语当中 可以让他的下属觉得说 他是愿意去冒出一些风险 打破一些汽油的潮救来达到这样子的愿景 再来呢这样子的领导者他一般而言 对于这些环境的限制还有部署的需求是非常敏感的 他会知道说怎么样子想办法来让这样子的愿景 跟部署的需求之间能够有一些结合 最后这些所谓的魅力型的领导者 通常来讲他们会具备一些反传统的行为 因为他们是反传统 才能够能够给这些员工带来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未来的想象 进而达成到他们的一个魅力型领导的作为 再来则是愿景型领导 愿景型领导他所指的事情是说 一个领导者他能够发展并且清楚地传达出来一种具体 可信并且具吸引力的未来的方向 而能够有助于现状的一些改善 在愿景型领导之下的时候 一个组织的愿景 他必须要能够有清楚并且吸引人的意涵 让员工可以解释并且能够接受 进而扣住人民的情感 而激发人们追求目标的一个热情 例如像Dale电脑来讲 他的一个创办人Michael Dale 他就创造出来了一种 能够在一周之内将个人电脑送货到家的一个愿景 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建议他的企业 跟追定他的策略 这就是一种愿景型领导的范例 除了愿景型领导 跟刚才提到过的一种 Mainty型领导之外 现在还有一些有趣的领导方式 例如像是现在提到过的一种 叫做真诚领导的作为 所谓的真诚领导 他所指的是临时说 一个领导者 才应该要清楚地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相信什么 并且他会依据自己的价值观跟信仰来做事情 BA George这个管理学家 他认为说 一个真诚的领导人 他一般而言会具备以下五种特质 第一个 他会了解自己领导的目的 第二个 他会创建稳固的一个组织的价值观 第三个 他会用心领导 以及第四个 他会建立起良好的一些人际关系 最后 他也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能够让自己在自己的价值观之下 坚持的来照这样的方式来行事 另外一种现在很受到重视的 则是伦理领导 Exco Leadership这样子的概念 所谓的伦理领导 Exco Leadership呢 他主张说 领导者应该把公众的安全置于利润之上 在这过程当中 为了创造一个 伦理型的组织 他必须要让有问题的员工 可以为他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来负责 并且他要创造出来一个 能够让员工觉得 他们可以 并且应该要把他们的事情 做到更好的一种组织文化 为了成功的进行 所谓的一个伦理领导 领导者他本身 必须要能够透过 不断的建立起他的期望 并且要随时给员工一些反馈的指导 他要给予员工的一些伦理行为 适当的奖励的支持 并且他本身 必须要能够用他的行为 来示范出来说 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伦理行为 最后 他要在组织当中 冲到起一种伦理的一种风气 或像这样子的方式 才能够创造出来一个 所谓的一个伦理型的组织 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 除了经济的价值之外 也能够帮社会创造出来 更多的一个社会的价值 最后 让我们来谈一谈团队型领导的概念 对于大多数的管理者而言 他们碰到最大的挑战 是在于说 他要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团队领导者 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团队领导者 他必须要学习到以下的四种技能 一个是愿意分享他的资讯 再来他要学会信任他人 下放他的权利 并且他要知道 在什么时候 他才需要积极地介入到 其他团员的一些工作 作为一个团队型的领导者 他最大的工作重点 是在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要能够去管理 团队的一个外部的边界 主的事情是说 他要能够成功地来帮助 他的团队成员 跟外部的一些不同的组织 或者团队进行沟通 再来他要想办法去协助 建立起一个 在团队当中可以运作出来的一个 工作的流程 所以一般而言 在个团队型的领导之下的时候 团队的领导者 必须要扮演以下的四种角色 第一种 他必须要扮演团队成员的教练的角色 随时随地的 就让他的团队成员知道说 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个 他要想办法来去处理一些 边界上的问题 所以也因此 他必须要能够 代表他的团队的成员 来跟外部的相关人员 进行沟通和协调 此外 当团队的成员 出现冲突的时候 他有必要 他想办法来扮演一个合适了 来去介入 降低团队之间的冲突 并且把团队的冲突 可以转换成组织 另外一种所得的一个动力 最后 当团队的成员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能力 可以帮助 这个团队的成员 不管是在资源上 或者是在知识上上面呢 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这就是团队型领导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今天谈领导的部分 就上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